位在神钢区国道4号旁 靠近大甲西畔的保安领地 因为受到了凯米台风带来的强风好举 也造成了西头路新河段696地号土地 出现了土石摊坊流失的状况 也围挤到一旁的工厂跟机设 而地主也表示 原本厂房离山崖还有几公尺 没想到台风过后 反而变成了紧临山崖边 同时都有可能再扩大崩塌 相当的毁限 明代拿起竹竿插进缝隙中 可以看到地上的裂缝有多深 受到凯米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 这处位在神钢区西头路新河段 696地号土地 出现土石摊坊流失的状况 造成一旁的工厂与机设 出现崩塌危害 让地主是相当忧心 担心就是我们厂房 我们的财产都会整个崩塌 会掉到那个很深 那个破坎的 我们旁边就是国道4号 真的如果整个崩塌下去 会非常严重 这片土石滑落的区域 正好就位在神钢区国道4号旁 靠近大甲西畔的保安林地中 地主表示 原本厂房离山崖还有几公尺 没想到台风过后 反而变成紧临山崖边 随时都有可能扩大崩塌 为此明代这天也要及相关单位 到场会刊 这个礼拜立即进入加固工程 马上做好 不然裂缝一直开 我们从溪底到上面来 大概有25、6米 那换句话说 等于将近有9层楼高 在年底之前进行规划设计 然后再测设的部分赶快做出来 那在明年一旦过完年之后 马上就发包 然后开始在失作的 在抢在下雨之前就赶快失作 那迅期之前完成的话 能够让我们居住在这边的乡亲们 没有后顾之忧 负责管理的林业署台中分署也表示 为了防止崩塌灾害扩大 会立即先对崩塌顶部裂缝 进行紧急填补处理 而崩塌泼面治理 也预计在年底前发包 并在明年5月讯期前完工 出估改善经费约400万元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